大家好,我是黄阳 我面前这台搭载M2芯片的新款MacBook Air 已经被我用了两个星期了 所以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的一个使用感受 它有三个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地方 首先就是轻 很多人看到新款的MacBook Air的照片或者视频 都觉得好像是不是变得厚重了 其实这只是一个设计上的问题 新款它抛弃了以往的楔形的设计 就采用这种等厚的设计 再加上它底下的四个脚垫做的比较高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桌子上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显得比较厚 但是一旦你把它拿在手上 就能够感受到它真的很轻 实际上它的机身的厚度 比上一代Air的最厚处还要薄 而且它的重量也比上一代轻了一丢丢 而且它的屏幕还比上一代更大了 所以从轻便上来说 Air还是那个Air 它的机身的尺寸跟上一代的13.3也几乎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宽度好像是宽了两三毫米 所以如果你以前用的是13.3的Mac 现在13.6的你原来的电脑包还是可以继续拿来用的 我过去几年用MacBook Pro比较多 像13寸的15寸的都用过 而且如果上班那几年就经常被这一台15寸的MacBook Pro来回通勤 其实还是蛮重的 所以去年M1芯片的iMac一体机发布 我就把原来的那台15英寸的Internet处理器的MacBook Pro卖掉了 买了一台iMac应该看不到啊 用的是真的爽 主要是M1芯片真的太强了 但是台式机的限制就是 如果我想用电脑就只能在书房的特定的桌子上用 所以出门一般我就用我的那台iPad Pro 这十几天这台MacBook Air让我重新找回了随时随地开始使用的感觉 我就会很自然的把它拿到我们家里的不同地方去用 比如说沙发上餐桌上床上甚至是有时候坐在地上用 而且它不只是轻它也不发热 所以这个天气你在腿放在腿上也不会觉得它烫 第二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它的电池续航实在是太低了 就是有一种怎么用都用不完的感觉 当然我这么说是有点夸张啊 就正常的轻度中度使用起码可以用非常轻松的用10个小时以上 而且这一代的Air用回了经典的Medicef磁吸的充电 相当于充电的时候你就还有两个雷电的口可以用 这样的话就可以再接一个显示器 然后再连一个外置层储 另外这一代的充电还有一个提升就是支持快充 虽然它附赠的这个小小的充电器是一个35瓦的 但实际上它可以支持最高67瓦的快充 当然我手里面没有67瓦 我家里有一个65瓦的设备器 应该也差不多 我试了一下的确挺快的 比如你早上出门一会要用 但是前天晚上忘了充电就只有30%的电了 你又不想带个充电器 你就可以快速的给它充一下 大概充个十来分钟就够你一上午开会用的了 充个半小时基本上就够你用一天了 如果你想看更严谨的Mac M2的续航测试 我听见你看这个视频 说到充电 其实不管我们的手机还是笔记本电脑 他们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 锂电池最怕的就是过充和过放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等电池的电量很低很低 甚至是自动关机了才给它充电 而且也最好不要一直插着电源用 如果你习惯了一直插着电用 可以在设置里面开启这个优化电池充电 最后一点就是性能 这个也是挺超出我的预期的 因为我早年其实也用过MacBook Air 但是那个年代的Air唯一的优势可能就是轻便了 它的屏幕也不行 性能也不够 所以我一开始还是习惯性的觉得 MacBook Air的性能定位就是入门机 但是这一次MacBook Air MR真的让我改变了我对Air性能的故意的认知 主要是MR芯片真的太强大了 我以前用的几台Mac笔记本都是英台处理器 虽然像15英寸的Pro它的性能也挺强的 但是代价就是你在处理一些稍微重的任务的时候 你就得忍受它的风扇的噪音 还有发烫 但是这台机子我用了十多天 我跟你讲它就没有热过 正常使用情况下它都是凉的 即便是我拿它用来剪4K视频 最多的也就是常温 就是上面也不热 底下也不热 所以我也比较喜欢把它放在腿上用 而且因为是无风扇的设计 所以永远是安安静静的 以前经常有人问我说 怎么选Mac笔记本 我一般会说 如果想要轻薄就选MacBook Air 如果想要性能就选MacBook Pro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分离标准 起码在我这里已经不太适用了 MR真的可以让我同时拥有轻薄和性能 如果你也不是需要做像那种剪辑6K、8K 或者超高码率的视频之类的比较重的工作 MacBook Air、MR用来上网看视频 或者是用Word、PS这样的 微音作和童言输理软件 或者是剪辑一些 比如说你现在看的这样的视频 MacBook Air、MR可以非常轻松的完成这类的使用 除了上面说的几点 新款其实在很多细节方面都比上一代有所提升 比如更大个量的屏幕 更高清的摄像头 更好的扬声器系统 还有全尺寸功能键的键盘 当然也可以算得上两款新的配色 接下来 我想聊聊买这件事情 如果你是第一次打算尝试Mac 你就要先了解清楚 你日常工作还有你使用的一些软件 是不是在MacOS上都有 如果有的话 其实我很推荐你买一台 M1或者MR芯片的Mac 如果有一些必要的软件在MacOS上没有 那我还是比较建议老老实选一台 Windows PC会更靠谱一些 我自己使用Mac已经快十年了 不管是我上班的时候做Web编程开发 还是因为时间做公众号 还是我测试之后开始做视频的内容 Mac都能够完全满足我的使用需要 但是不管怎么样 现在我是不推荐购买任何Intel处理器的Mac 价格上确实这一台比上一代要贵了不少 我听到有人说 你现在也完全可以买Air M1 便宜很多 性能也不差 而且也没有刘海 也有人说 如果你选了16家512GB的话 你都可以稍微再多价点前买 同样是16家512GB的14寸的Pro了 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其实每个人的选择偏好 测证点 还有你的预算都不一样 你们自己觉得你喜欢哪一款 哪一款适合你 就买哪一款就好了 最后我们再来聊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 新款MacBook Air的外观 新的这个外观你觉得喜欢吗 喜欢的话可以扣1 不喜欢可以扣2 我选的这款是暗夜色 它这个颜色在不同的环境光线下 感受会很不一样 光线亮的地方 它就透露着一点蓝色 光线比较暗的地方 它就几乎会变成黑色 尤其是夜晚开灯比较暗 又开启暗色模式主题 就非常的暗夜 我觉得如果你是经常晚上工作用电脑的话 会比较喜欢这个颜色 但是这个颜色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容易沾指纹 很多人吐槽说暗颜色就是指纹收集器 的确是这样 尤其是在光线比较强的环境下会比较明显 所以如果你接受不了这一点 还是建议选择别的颜色 比如说新款的星光色也挺好看的 但是我自己其实已经习惯了 反正吃饭我自己不觉得个影 个影的就是别人 总之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暗夜色 然后就是这个刘海 一开始我也不太能接受 但是真正我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现我用的时候不会去注意到它 我的视觉的焦点都是在跟着我正在使用的软件走的 而且在全屏模式下这一块也是看不到的 好了以上就是我这段时间使用这台MacBook AMR的一个感受 如果你对这台机器有任何的疑问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或者给我私信 我一定知误不答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拜拜